会远过 王毅又说 中方将会加强和印尼在一带一路 和扩展数字经济等新增生产力领位的协作 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 王毅之后去到国防部 和国防部长也计是后任总统普拉伯旭亲自迎接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尔在印尼瓦加达报道 各位一只最新消息 天文台在下午2点0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